有没有和我一样 又懒又想要打造 头发蓬松高颅顶的家人 用卷发棒又怕夹成芳脑壳 两个蓬松头顶的懒人方法来演 第一过就是这个大排梳 10秒给你一个高颅顶 把它这样向下梳 再向上推 用吹风机热风对着发根吹5秒 再冷风吹5秒 然后放下来 你们看这个对比 平地起高楼了属于是 它呢是这种有弧度的梳子 就更好的能够贴合我们的头皮 梳尺呢也分得很开 就比一般的梳子 更能够让头发扑起来 咱们一个抓发夹 这个你们应该手里都有了 任意抓发夹都可以 取缩头顶的头发 把它向后薅扭一下 再向上顶 用抓发夹给它固定住 热风吹5秒 再冷风5秒给它定型 慢慢取下抓发夹 抓一下头包脸就有了 做面也很饱满 不瞒你们说 我一直都觉得我的头发蛮多的 大约是我那天随手拍了一个视频 我的妈呀 我这个肆要突兀了嘛 二话不说 立马开始做功课 来 这个头发纤维粉 它是这种绒毛的 就比发际线粉呢 要看起来更加真实 用法呢也搜简单 直接把它倒在发缝的这个地方 但是一定要少量多次 再配上它这个定型水 是不是 也假乱真的程度 简直就是发缝消失数 但是它治标不治本 它跟发际线粉一样 是需要当天洗掉的 咱还是说养的头发呢 更重要 你们还有什么觉得好样的东西 我们评论区见 拜拜